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课程学习到 《无量寿经》第六品的经文 这一品也是《无量寿经》的核心 《发大誓愿》第六 我们听《世长讲经》常常提到 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解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那这句话 我们从佛法的 测法云底的毅理 一切法 从心想生 所以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 我们的心想生了 所以假如我们的心 我们的愿 都跟四十八愿不相应 那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脱笔一阵 显我之心 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一阵庄严 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一阵庄严 一阵庄严 十万亿尘 去此不远 心作心事 所以这一句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解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我们世间也说 方以内聚 不以群分阿 龙交龙 凤交凤阿 老鼠的孩子会打洞阿 所以这个相应二字 还是很重要 所以就像无量寿经当中 阿弥陀佛说到 他的愿是一切皆成佛 那我们的心 有没有祝福一切众生 皆成佛 这个就是心愿 要跟阿弥陀佛相应 那我们可能看到 有造恶之人 可能我们还会 起对立的情绪 那这个就跟一切皆成佛 不够相应了 就像我们念 回向文 静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这句话假如 从内心深处念出来 慢慢慢慢的就不跟任何人对立了 我们在轮回当中 也有可能有一个性情 就是既恶如丑 这个在世间来讲很有正义感 但是这个不放下 不能出轮回 不能往神极乐世界 因为大臣佛法是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悲在什么时候 提起来 见到恶人的时候要提起来 他们仗势欺人 那我们已经修行了 我们要有前后眼 现在他仗势欺人 接下来呢 人生好短啊 可以仗势欺人的人 他有一定的福报啊 他那福报从哪里来的 前世修行来的 他前世也是修行人 这也是迷糊啦 一迷糊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三图一度五千劫啊 那我们这么一想 那还跟他起对立情绪吗 而且 凡王菩萨戒经说了 一切男子是我父啊 一切女人是我母啊 那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啊 这一生迷糊我了 我们学了佛经啊 随顺经典教诲啊 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的习惯啊 改变自己的性格啊 没有听说过哪一尊佛菩萨很有性格啊 有性格啊 怕有零零角角啊 就可能刺伤众生啊 所以佛菩萨没有性格啊 横顺众生啊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那这一句话我们就反观了 我现在有没有 跟哪个亲戚朋友在叫真啊 在闹情绪啊 在闹情绪啊 这个就是性格了 顶着了 那我们就跟这一句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相应了 我们总都要往菩萨的这些修养 去努力啊 去下功夫 这样才是学佛啊 才是行菩萨道 所以这个观照很重要啊 以佛菩萨的行词为标准 叫学佛了 我们这个警觉性也没有啊 本来学佛以前的这个习惯啊 就把我们又拉回去了 所以修行人都要很高度的警觉性 我们能这样思维啊 真的你看到造业的人啊 怜悯啊 看跟他缘分啊 具不具处 能不能铺垫姻缘呢 提醒提醒他 互念互念他 当然这个也不能强求 原来没有成熟 那我们还是祝福他 每一次回向啊 给他回向 这都是有力量的 那我们真的才在落实 一切男子是我父啊 一切女人是我母 尤其假如我们还受过菩萨戒了 那我们就要跟菩萨戒相应了 那菩萨戒受了 那真的对待一切众生呢 就当作自己的父母 来对待了 那我们的心才跟这个菩萨戒相应了 那相应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这一品经的学习啊 就格外是要下功夫了 我们真相应了 我们真相应了 那就生则决定生了 一定可以往生了 就像 这个我们说 人同此心啊 心同此理啊 往生极乐世界的 清净海会众菩萨 那他们都是要配合阿弥陀佛啊 度尽一切众生啊 现在看到哪一个人 哪一个众生呢 跟四十八月很相应啊 那这个海会众菩萨就跟阿弥陀佛说 赶快去接来吧 庄严我们的队伍啊 我们就配合得更好了 所以我们每一天念庄严佛敬佛啊 那其实我们在当下 就要配合阿弥陀佛啊 接引众生 这也是无量寿经啊 给我们的指导 受此广度生死流 这个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喜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当下闻了这一个法门 这一部经呢 受此 我们好好深入这一部经 解形相应啊 这个叫受此 去立行啊 给众生做好榜样啊 这叫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 第一弟子就是 这一份心就是给众生呢 表法 让众生呢 生起信心 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呢 都能感觉啊 自己一举手一投足啊 不大一样了 为什么要给人家做榜样啊 你说这样会有压力啊 我想呢 这应该属于动力啊 没有这样的动力啊 这无始节的轮回啊 这个放纵是蛮习惯的 这顺着性情 顺着坏习惯了 有这样的一种责任心呢 一种怨呢 那做什么事情啊 警觉性就高了 会收射自己的身心呢 会收射自己的身心呢 不会任性而为呢 所以 佛门为什么要 慈悸 儒家啊 为什么要学礼 啊 因为我们无始节轮回啊 放任习惯了 没有透过这些方法所断啊 身心疏射不回来了 所以戒跟礼啊 是来成就我们 不是来给我们压力的 是压力是动力啊 完全是我们的心态决定的 心态正确的 那变成动力了 不是压力了 就像我们在小学任教 三十几个学生 我们想着 要得给他们做好的影响啊 那自己做什么动作 说什么话 警觉性就高了 那是动力了 而且你越这么做啊 你就受用了 自己有一些进步了 那对于学生 对在学校这样的 就是环境静缘啊 深感恩心啊 感谢学生啊 感谢这个教学的姻缘啊 教学相长啊 假如感觉是压力 那就得装个样子 是吧 然后学生走了 哎呀我终于可以放松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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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这个 台上的时候啊 也不是真心 哦 下了台了 也不是真心了 哦 哦 那这样学佛很累的啊 嗯 哦 哦 我们那个责任心提起来的时候 跟真心相应了 哦 而且坐着坐着啊 也觉得 哦 像大家看我这个身材啊 就是性格就是比较急的人啊 哦 人一着急啊 就伤胃 伤脾胃 哎 消化吸收就不好了 吃不胖了 哦 以前讲话也很快啊 哦 哦 所以我们 心啊 要越来越敏锐 能感受自己的状态 感受别人的 状态 哎 感受自己呢 哎 在慌张的时候 身心安不安 哦 你在很平缓的时候 静下来的时候 哎 哎 身心 啊 的受用如何 哎 自己都感受了 哦 不會好日子不过了 哦 哦 你看常常心是浮躁 这个对身心都是损害 哦 哦 大家感受感受 哦 你着急着急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哦 哦 这个事情终于 哦 哦 处理过去了 啊 突然 啊 是吧 哦 这个这个气一下来啊 好像全身都软掉了 哦 这都算是一种透支的状态 哦 哦 还是啊 哎 做事情呢 都 凡是欲则利 哦 比较有章法 哦 然后 这个按部就班 不着急 哦 哦 那个在整个过程呢 哎 都有受用 哦 因为 做事当中有佛法 有经典 做事就是修行 嗯 哦 所以 这个观自在菩萨 哦 观自己自不自在啊 哦 哦 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 哦 这个心念跟自性相应了 身心是安定的 清安呢 啊 这个念头跟自性不相应啊 那这个身心是不安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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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光主是说 慎狂之分呢 ited乎 一念啊 哦 哦 靡心呐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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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相应一念佛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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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念佛的时候 恭敬、字句分明 这是相应的 我们做事的时候 也是相应的 做事的时候 真诚慈悲去做 去待人接物 这都是相应的 所以我们修行是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助修 断二修善 激功雷德 我们用真心 随时都在激功雷德 所以行菩萨道 是各行各业都能行菩萨道 在商业界 我们都是真诚 去服务他人 那这个工作里面 都是激功雷德 所以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处事待人接物 这叫不恶 我们要入不恶法门 假如我们的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跟无量塑精 不相应 其实就是跟真心不相应 跟真心不相应 你做的事都是在应付的 这样会很累的 不只生累 心也会累 用真心 哪怕事情多一点 心累 心不会累 我们真正觉得心累的时候 这个也要反观 这个也要反观 心用错了 才会觉得心很累 对 我们就有警觉性 观照观照 我这些处事 做事的心念 跟无量塑精 跟无量塑精 相不相应 跟六度普贤十愿 相不相应 就能找到 可以修正 可以提升的 空间 好 那我们进入 最后 这一篇经文 这一篇经文 前面的我们 戴一下 复习一下 我们念一下经文 我若正得无上菩提 曾正觉矣 所居佛刹 具足无量 不可思议 功德庄严 这句话是总说了 具足无量 不可思议 功德庄严 接下来的每一院 都是不可思议 而且都是 参访了十方国土 优点都留下来 缺点不要 成就的 具体的 这四十八院 好 好 好 吾有地狱 恶鬼 禽兽 冤飞 卵洞 之类 这是第一院 国无恶道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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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道的谷 那我们现在要往生 没有三二道的地方 那我们跟它相应的话 那我们就要少造三二道的因 慢慢下功夫到不造三二道的因 慢慢下功夫到不造三二道的因 那都还在造的话 那很难不去受果报了 所以我们这个三二道的因 恶鬼 影业是贪 地狱影业是称 畜生影业是愚痴 这个谈生之要去掉 愚痴就是没有智慧 在 这个 这一集当中 我们有看到 谈到极乐世界 往生的人 都有六神通 尤其 这个谈到他心通 师长老人家 说到了 你要知己知彼 教化众生才契机 你看现在当下我们在教教学的话 那要不要了解孩子的心 你说我现在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了 现在我没有他心通 你现在一心成就孩子 自诚感通 阿弥陀佛我会加持你的 而且圣人也教我们 自诚之道 自诚之道 可以前肢 你很真诚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状况 这一句话是在中庸里面 成心 成心 我们说成则明 都可以感知到对方的心 对方的状况 好 那我们能够知己知彼 这个才是面对境界清楚 清楚才不于吃 我们面对境界不清楚 很可能同样的错误 会在生活当中一直出现 学佛的人不能让同样的错误一直出现 学佛佛是绝 要经一世长一致 那我们不再造新秧 这个贪 要越来越淡了 贪心起来了 佛号要赶快 把他扶住了 把他扶住了 不怕念起 死怕 绝齿 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生佛号要分明 佛号越来越多 贪嗔之就越来越少了 好 君子道长 小人就道消了 我们内心里面 好像有一个君子 一个小人 我们得常常给这个君子力量 不能给小人力量 我们起个念头 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你就是给那个小人力量 我们一提起来本觉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就给君子的力量了 所以念头啊重要了 这个佛号越多啊 真的贪嗔之就越来越少了 那一天 跟 这个多伦多的同修 在交流啊 在交流啊 念佛 我们有将 自警录当中啊 夏林居老居士所教导 跟念佛相关的句子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也可以发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档案也可以发给大家做参考 念佛要法 自警录的 到时候再请我们工作人员发到群里 结果一谈呢 有一位同修啊 他就说好难啊 那眉头皱得很紧 好 我就跟他交流了 我说现在难不是在境界上 难在念头上 好 好像接下来老阿尚也讲到了 好 障碍不是在境界当中 障碍在念头 好 我们想一想 老阿尚遇到的境缘难不难啊 他老人家没有被障碍啊 还在这些境缘快速提升 所以境缘障碍不了我们啊 我们的念头才障碍得了自己 好 那一天 我们 汉学院一位吴老师 他博士毕业了 我们第一批啊 子弟兵回来教学了 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鼓舞的 我相信假如在学校服务的 有一天 你以前教过的学生呢 回来你学校任教 我相信你会非常安慰 什么 他跟同学们分享 他怎么完成论文的 可能 我没想到要报告完成论文了 是不是讲一些方式方法 结果他分享什么呢 他分享了三点 第一 放下难的念头 第二 放下快 求快的念头 第三 放下对学术的成见 光夫都下在哪 课念 哎 这个因为刚好最近啊 跟 我们 安学院本一的同学啊 在 交流这个诗书的课程 诗书首先呢 我们先学大学啊 物有本末啊 事有忠实啊 什么是本 什么是末 我们以树来比喻了 本就是它的根根本 末呢 末是树叶花朵啊 那这个水药交在哪 你不能交在末上啊 交在本上啊 本乱而末至者佛语啊 我们今天心 从根本修啊 起心动念啊 我们都不克制自己的贪嗔痴 然后说我能齐家 我能利益众生 那是末啊 不可能的佛语啊 所以老和尚还特别 在吕氏春秋当中啊 把一段话 写成末宝 我记得写在一个扇子上面 凡事之本呢 必先置身 成其身 则天下成 至其身 则天下之 为天下者 就这个人是自己天下的人 为天下者 不予以天下余生 好 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 在自己的心地下功夫 在自己的心地下功夫 这个是下到本上了 就像我们当人家的父母的人 当人家老师的人 我们时间精力都是花在 教孩子身上 给孩子讲道理上 还是花在自己的修养修身上 假如我们都是花在给孩子讲道理 没有花在我们自身的提升 那有可能我们会变得 言教太多了 没有深教了 那会 言教者送 还是心里不符了 你都给我们要求那么多 你自己都没做 心里 有情绪了 有逆反的心 那我们的言语的教导 也是大打折扣了 所以我们得检查检查了 我们用功是不是用在本上 不是用在末上 其所后者博 而其所博者后 为之有也 为之有也就是事成不了了 我们该后是后在修身上 可是我们现在后在棋架上了 只在讲孩子上了 该后的博了 该薄的 厚了 那叫本末倒置了 舍本足末了 不会有太好的效果了 所以我们修身要下功夫了 修身首先行孝 所以要把孩子教好 首先自己要静孝到 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个家长说 我要把孩子教好 首先我要去静孝 那这个人的认知就不一般了 一般来讲 我要把孩子教好 我赶快去上一些技巧的课程 怎么把孩子教好 我这个课程交费蛮高的 钱花的多 但是他教的不一定是在本上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 要依法不依人 你不能花很多钱去听某个人讲 结果他讲的跟大学不相应 跟世俗不相应 那这个钱有时候白花掉了 所以你要去上一个人的课 那他也要有数而不做的精神 这个才比较保险 不然有时候他教的观念 你一进去了 你又不知道他讲的不对了 可能就受他影响 不自知 舍身容易 舍贱难 他见解不对一进去 你又不知道不对 他就一直影响自己了 所以互念自己也不容易有 都要记住佛陀提醒的这些重点 这个试依法就是重点 依法不依人 那我们看这个写论文是一件事 一切法从心想生 所以论文完成是心想生 所以心用对了 最后博士就拿到了 所以心是根本了 那我们学习举一反三 今天人家是讲写论文了 那跟我们念佛功夫要得力 一不一样 这个理有没有通 有啊 要放下难的念头 念着念着 好难啊 我妄想那么多 好像扶不住 放下难的念头 嗯 若要功夫生 铁竹磨成秋花针 老老实实 一句一句老实念 自然深处转熟 熟处转生 本来妄念比较熟啊 慢慢就陌生了 嗯 好 放下快 我们这个急于求成啊 这个心念不放下 心是安定不了的 心一安定不了啊 我们考虑事情啊 都不是最好的状态 哦 所以大学 誓有忠实啊 忠叫知子 知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我们平常考虑是律 律前面要怎么样 啊 要定静安哦 不安 你哪怕在那里考虑事啊 可能都不是最好的方式方法 甚至在考虑的时候还带着情绪 那你说那真正去处理的时间 精神都 耗下去了 效果怎么样 啊 我们回想一下有没有越帮越忙的情况 啊 明明是好心啊 哎 哎 但是太急了 考虑不周道了 反而势得其反了 啊 哦 所以这个 知所先后啊 折静道矣啊 哦 要思考事情以前 首先要念佛 把心安下来啊 哦 好像我们开会前呢 先念十身佛号 这个都不能走行事的 开会前念十身 用意认啊 心平气和来开会了 心比较安定来开会了 嗯 嗯 所以不能急啊 好 然后还要 放下 对 这个 以论文的例子 我们举一反三四 我们举一反三四 放下对学术的成见呢 啊 我们念佛啊 啊 放下 对自己的成见 要相信自己 也不要因为自己以前修学 啊 以前失败的情况啊 影响自己当下的信心 不觉本无啊 一定可以去掉 也不要因为 好像身边的人 没有念得力的 我们就落这个印象啊 就觉得太 哎呀 这个太难了 你看 都会落印象 哦 其实我们要培养一个 面对事情啊 都是积极乐观的态度 积极乐观啊 就是面向光明 啊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啊 我们一开始说 要跟阿弥陀佛的心愿相应啊 哦 那阿弥陀佛是 没有黑暗的地方 没有消极悲观的地方 哦 我们现在性情啊 也要跟他老人家相应啊 哎 怎么积极乐观 别人念得不得力啊 我们观察他不得力的原因 我们避免这些原因 我们看到得力的 我们效法人家得力的原因 那我铁定可以念得力的吗 是吧 哪怕一百个人 因为只有两个人得力了 那我铁定得力的 为什么 因为我把九十八个人的错误避免了 我把两个人的 得力的原因效法了 不要着相啊 一看到两个得力 要吊起自己没信心的 这个心念啊 嗯 哦 所以这个观心围要啊 都要在自己的心念当中啊 观照 转念 下功夫 当然这个信心啊 也随着我们 慢慢这个都能转念啊 这个信心就会越来越强了 一开始打败仗啊太正常了 我现在败仗也是挺多的 可是我们还是要乐观 因为败仗很多啊 你还是拼命 拼着命的去对峙啊 啊 阿弥陀佛看了 很感动啊 哈哈 哦 佛菩萨看了很感动啊 哦 会藏水在你左右啊 支持你的 哦 诸佛菩萨同体大悲啊 哦 哦 哦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 哦 不觉本无啊 一定可以去掉 啊 对佛菩萨同体大悲有信心 你这个信心真的提起来 佛菩萨同体大悲 你都可以马上感觉佛光到了 你的心越沉越静 就感觉到了 你越能感觉 你就越有信心了 哦 我之前听了啊 讲经文 很早以前就听了 你真的肯老实念佛了 啊 都能感觉到佛真的在价值里 那你感觉到了 铁钉这个信心就增长了 哦 要去感觉到啊 欲施光泽 垢灭善身 身意若乱 啊 所有疾苦我目不羞耻 一切忧恼我目不懈脱啊 啊 啊 当你感觉到的时候啊 啊 你就越肯念这一句佛了 哦 你就会感觉到啊 啊 我念这一句佛啊 啊 跟继续随顺我的烦恼啊 是天壤之别啊 啊 你这个感觉越深刻了 那我不能跟自己过不去了 哦 你就越肯好好念佛了 哦 这都要自己静下心来去感受 感受的 越深刻 我们就会做出自己的抉择了 哦 甚狂之分呢 在乎一念呢 哦 哦 哦 所以师长也说了 尝到法喜的人 哦 你尝到念佛 那种 身意柔软 哦 哦 供灭善身的感觉了 哦 那人家不不催你 不提醒你 你都会很 把念佛摆第一了 嗯 修行这件事啊 实在讲 不可能靠人家推的 哦 为什么 有时候推大力了 我们还生气了 哦 哦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护念我们的人 还得小心翼翼啊 哦 所以这个体会佛光啊 体会啊 父母老师啊 得要很用心呢 护念我们了 哦 哦 甚怕给我们推大力了 我们不高兴了 甚烦恼了 哦 哦 你去感觉一下 父母没事跟我们讲话 还得拿捏 哦 你就会很感动了 哦 哦 哦 所以这个心念放在哪儿 差别很大啊 你心念放在自我感受啊 那是一种状态了 哦 你心念放在 父母的 不以我 心无善舍啊 掌握一切机缘啊 我们稍微有一点善根啊 他赶快佛光铸造 赶快善巧方便 哪怕是视线一个 一个人来到我们身边 哦 增长我们的善根啊 哦 所以我们也有遇到 啊 同修 哎 有遇过 这个 啊 以前的高僧大德 哎 哎 哎 在他的生命中出现了 还点拨他了 啊 那个都是 给我们信心啊 佛菩萨真的在我们身边 哦 当然我说到这里啊 你们不要起个念头 嗯 那好像 以前这些高僧大德 也没来过我生命中啊 哦 这个叫攀比性 嗯 攀比很容易生翻了 哦 我我我我 我跟大家说我们呢 这个心啊 要是都是乐观的 哦 光明的 好像 这个 我听到人家说 哦 我有见过阿弥陀佛啊 哦 我也不跟他攀比 哦 我想 我看看自己 有没有老实念佛就好了 哦 哦 我就想 哦 可能呢 我还给阿弥陀佛 比较放心一点 哦 不用劳驾他 还要跟我 嗨 哦 哦 不用 哦 哦 这个信心不用他老 不劳他老人家 哦 那 这样我就不会落入攀比较中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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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哦 那 啊 这个我们常常啊 在一切静缘当中啊 透过别人的言行啊 嗯 嗯 嗯 我们拉回来自身啊 观照受用 哦 人家写论文我们也有受用啊 哎 哎 提到的都是重点的 嗯 哦 所以我们现在要成就哪一件事啊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心地的功夫 不是其他的 心用对了 事都能做好 哦 所以要在本上下功夫 心是根本 好 好 好 那我们看了 下一个愿呢 哦 哦 所有一切众生啊 以及厌魔罗戒 三恶道中啊 来生我诈 受我法化 西成阿拉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负更多恶趣 哦 第二愿呢 不堕恶趣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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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愿呢 哦 市长老人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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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假如不是在西方极的世界啊 修行都是有静有退啊 哦 一退转了 很可能又退到三恶道去了 哦 因为毕竟啊 我们过去生中呢 这个三恶道的业细种子 还是不少的啊 为什么知道不少 我们没学佛以前啊 像我自己 哇 这个五欲六成的追逐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这样反观起来啊 就轮回路线了 这贪嗔痴的种子还是太多了 哦 哦 所以得要代业往生啊 哦 虽然阿赖耶稣里面还有这些种子 可是往生之后是成愿再来了 哦 哪怕是到三恶道去啊 那有阿弥陀佛的佛利加持 那是去解法缘啊 哦 就像地上不散到地狱去解法缘 哦 所以最重要的 不能再轮回了 啊 一退啊 就不知道退到哪里去了 你看五主戒禅师 他修行也是功夫很高的 但没出轮回 下一次 苏东坡先生呢 这些公案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有一个同仁叫春花 啊 有一次吃饭啊 他就坐我对面 那当然我们从事教学工作啊 啊 跟人一接触啊 我们也期许自己提起一个死命感啊 啊 跟人家解法缘嘛 哦 那吃饭也是一个缘啊 他刚好坐我对面 啊 我就有了一个灵感 啊 我就跟他说 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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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听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两个眼睛瞪着我瞪着我看 哎 当然呢 我这么讲啊 是还是有我 啊 在初中时候的一个经历啊 啊 初中的时候啊 啊 啊 那个年龄啊 假如没有修行啊 这个荷尔蒙啊 会起作用啊 所以 当时候我们一个女同学啊 就写了一个条子 递在一个男生的桌子上 被我看到了啊 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没有把它拿过来 不小心瞄到了啊 嗯 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 学过十善夜道 好啊 这个不语曲啊 人家没给你看 你不能看啊 我就看到两行字说 落花有意啊 流水无情啊 我一看 我看不懂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这个悟性不高 你看这两句话都看不懂 我相信你们都看懂了 所以 这个落花 这个春花秋月 我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啊 结果春花不知道怎么反应我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啊 以后人家假如跟你说 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你就跟他说 所作一半 不受后有啊 不受后有啊 不受后有就是我不投胎了 我不再搞五一六成了 搞烦了 不再搞轮回这事了 当然大家听到我这里说 这陈德法师说不能谈感情不能结婚了 我没有这么说 我说别搞轮回业了 你真的走陈家的因缘啊 那也是行菩萨道 不是去春花秋月搞情子 越搞越厉害 这个不要说佛家都讲啊 连我们养正宜归都教啊 迅俗宜归里面都有教啊 教什么 你面对米 面对盐 柴米有盐啊 面对妻 面对子女 你都不能陷在 这些五欲的追逐 陷在情子里面啊 这样你的志气啊 会被妻而消磨掉的 是吧 你看有的还没结婚前 学佛挺精进的 结了婚以后 现在男女 这个玩乐当中啊 她的志气就消磨掉了 所以有见识的女子啊 不能想着啊 先生每天就依微 不是 依微应该是女人用的词 每天都只在你身边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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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远大的志向啊 嗯 那就不像大丈夫了 嗯 所以 真正认清楚啊 五欲六臣呢 会堕落啊 警觉性高啦 那 成家 家 家里就是到场了 转成法源了 当然这个法源呢 要怎么转 我观察呢 学佛的 人呢 家里人认同的比例不算太高 所以这里我们也要总结总结 从自己身上啊 也从观察到的同修当中啊 要记取经验教训啊 不能看到人家都经营不好啊 没信心了 不是这样啊 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 都要乐观面对 啊 要positive 啊 不能negativ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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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学了 家里没有比较和谐啊 原因出在哪 寄取教训 人家经营得很好的 确实是有 我 我也有见过 见到了我们 在观察 人家怎么做到的 向人家学习 那经营 家庭的关系啊 那是依报 那是齐家 那是末 本在哪 本在我们的心 佛法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学了之后 让家里的人反感 最重要的心念呢 儒家强调的 孔子说的 无道义观止 就是忠述 能述道了 啊 啊 就不会苛刻要求别人 就不会造成别人的 烦恼 埋怨 啊 中庸讲 正己而不求于人 啊 你都是要求自己多啊 正己啊 我好好 提升 你功夫下在自己身上了 结果自己本来脾气很大 很快的时间啊 脾气变小了 我相信你家里每个人都欢喜 然后呢 自我感受清了 体恤别人强了 你的家里哪有不感动的啊 不可能的啊 哦 哦 所以这个心念呢 哦 能转过来 好 哦 哦 那 这个 所作与伴 哦 用我们净土中呢 拿到极乐世界的 护照了 哦 不受后有 不再搞轮回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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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大师讲啊 往生与佛啊 在信愿之有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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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我们看到前面这几院 天眼通 天耳通 宿命通 踏心通 我现在就很想有踏心通 为什么 你从事教学 你不知道学生在想什么 你可能讲了一堆废话 不计他的鸡了 所以被经历世间的事 说我一定要往生 阿弥陀佛一加持 我这些能力都恢复了 我就能更好去帮助人了 经历的事 每一件事都在提醒我 赶快往生 赶快往生 真的有这种感觉 好 我们看这个 师长在第二院底下 得是愿乃作佛 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 其实这一句话 出现了好多次 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 那佛成佛以来已经十节了 所以四十八院全都兑现了 而这些愿的目的是什么 念念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 你看有神竹通 一念请 片游十方佛果 你分身去听了无量诸佛在讲经说法 当然提升的快了 共佛 神竹通共佛修佛 听一切诸佛讲经修慧 极乐世界一天 这个福慧的增长 不可计量 所以诸位忍者要不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看这些愿念着念着的 越来越想往生 这个是宇宙间第一等大好事 中了佛门的特奖 这些神通力 老婆上我们看 在后面的讲解里面讲了 你看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神通的能力跟阿弥陀佛差不多 这个便宜占大了 你看他的神通 知十方俱来现在之世 天眼天鹅 宿命他心神主跟阿弥陀佛都差不多了 老阿尚说这样的能力 在其他法门要修到八地菩萨了 才有可能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现在才念几年佛 人家要修三大阿僧起劫 才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念几年佛 往生了就有这个能力了 哇 这么大的便宜 这么殊胜的园 你真正看明白了 哪有不求生的道理呢 当然老阿尚说 这么大的便宜 这个理很深 本觉菩萨都不一定能够看得透彻 还要佛加持才行 唯佛与佛乃能知了 当然《无量寿经》里面也讲到了 是过去生中无量节 修习的善根福德今天成熟了 不是无量节树根成熟 今天众使遇到了 也会把《无量寿经》 尤其这四十八院当作小说看 当作传奇看 不会相信了 所以能相信也不是偶然了 以臣供养诸如来 则能欢喜信此事了 好 所以你看师长这里讲到了 这些愿都兑现了 问题就是众生相不相信 肯不肯发愿求生 不是阿弥陀佛没有能力 问题在我们自己肯不肯 不肯那就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了 不肯这个信念就是障碍了 你要问什么是障碍 你不愿意这就是障碍 肯障碍就没有了 谁肯念佛谁就往生 这个法门是平等法门 地狱众生肯念他也往生 平等成佛 所以无论你是修学大成小成 无论你是造业造恶造善 过去都没关系 只要你回心转意 真肯念佛求愿往生 哪怕之前有造过五历十二 你肯佛还是来接 各个都得生 这是真正不可思议 第一稀有的功德 那业障再重都不怕 你看王呆头 那个业障很重了吧 人家还念到开悟了 我们看下一遍 我做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差 揭具指摩真金色身 这个指摩真金色身应该是金刚不坏身 师长这里说 我们这个肉身很脆弱 稍微受一点风寒 就得病了 就爬不起来了 我看到这里我就想 我现在也是吹一点风就病了 这个身体真不靠谱 怎么办 赶快去换清虚之身 无疾之地 所以这个身体的毛病也是在给我说法 早一点去了 早一点去了 这个臭皮囊早一点能舍掉 最好了 这个臭皮囊是累赘 不要贪爱他 这个臭皮囊不好伺候 每天光是吃货 他吃三餐就花不少时间了 你看到极乐世界之后 这些时间都省下来了 所以吃饭的时候 就越吃越想往生极乐世界 太浪费时间了 还得煮 还不是吃而已 所以这些静言都在劝我们 赶快往生吧 赶快往生吧 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这个是随顺我们事件说的 往生之后 我们的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 就像下一个愿 端正静解 西同一类 那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 若行貌差别有豪愁者 不取正觉 第五愿 身无差别愿 当然 你这一生就很用功念 这个相貌就开始变了 你看老阿弥陀佛给我们很好的表演 他老人家八九十岁 你看照着那个照片 有一次在极乐室照的 后来下面的法语就是六合镜 这个老人家笑得很灿烂 我好像看过一个短片 他拿着老阿弥陀佛的笑容 他拿着老阿弥陀佛的脸之外 就是佛的其他的部位 老人家真的是修得佛 就是好像静满月一样 让人看了都很欢喜 所以你真用功 这个人中会变长 耳垂会变大 这个也可以检查 当然不能用拉的 这个叫墨 要从本上 本上是相由心身 所以要从心里 佛号越来越多 这个相貌就会变了 相貌变了 你亲戚朋友看了 会更有信心了 那这个第五愿 身无差别愿 老阿尚在这里 把阿弥陀佛的良苦用心 给我们点出来了 为什么佛要发这个愿呢 十方世界的人相貌不一样 相貌好的就骄傲 相貌丑陋的不好的就有自卑感 都是烦恼 都是烦恼 所以我们世间治病说 不治已病治未病 凡尾度见的 那佛法是治心病 中药是治生病 当然高明的中医师也会提醒 还是要保持心情平和 心情好 心情不好 把这个药的效果打折祸了 所以佛门强调 防止众生起心动念 这是慈悲 没有 我们能考虑到 不要让他起心动念生烦恼 人能这样存心 这个心就越来越柔软了 能替人想 你看常理主要里面 这个理者静 叫恭敬人 你见到失忆的人 不要讲得意的话 是吧 人家刚好遇到一些事难过 你还在那 讲得很高兴很快乐 让人家难受了 包含你在老人面前 像我现在五十多人 你在老人面前 我老了 人家一听 我还大你那么多 这个也是面对境界清楚 你能体恤到别人的状态 你这个话就不会说了 面对可能先天有肢体残障的人 要格外恭敬 因为他先天这样 可能他有面对过很多人家异样的眼光 他必然会可能会比较敏感 这个时候 你的眼神动作 不要让他造成误会 而且你瞧不起他 所以为什么要格外恭敬 你看离老这些常理主要 离者敬而以以 就是恭敬人 所以当我们恭敬心有提起来 你不只 是落实常理主要这些教导 你会延伸到很多他没讲到的一些细节 你不能学一个会一个 那是死的 人同此心 亲同此理 你就会把它延伸开来了 好 好 那我们看这一院 首先感恩阿弥陀佛 柔软慈悲细致的考虑 好 这一种自卑 对啊 我是感受很深的 因为我们长相不出众 从小比来比去 很有感受 所以就会越感激阿弥陀佛 当然 我们看着老上这一段 相貌好的骄傲 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醒了 长得相貌好的不能骄傲了 相貌丑陋的 我们也不自卑了 我很快就要取 谦虚之身 无疾之体了 你等着 我马上就回来 这个我们也不自卑了 这个我们也不自卑了 总要把烦恼转掉 当然我们学了这一段 我们也要懂得 怎样的做法 不会让亲戚朋友 或者是我们所带的员工 同人生烦恼 你就学到阿弥陀佛的心 他的设想 平等 大家长一样 所以以后你到办公室去了 你就不能犯这种 办公室有五个同仁 你就送了一个人东西 两个人东西 其他三个人生烦恼了 我们会不会犯这样的错 好 学了这一愿 以后不犯这种错 你要送人家礼物的时候 去吃餐饭 有五个人 你就送一个人 这送给你 其他四个人 起心斗恋 这个就是做事 面对境界要清楚 佛菩萨的心用在哪 我们效保佛菩萨的心 都还用在这些地方 好 这里老和尚也讲到了 你要清静弥勒菩萨 你要到多帅内院聚 不简单 佛门有一个公案 好像有几个兄弟修行约好了 去了之后 去了多帅天回来打个招呼 后来都没回来了 后来发现什么 发现确实去了多帅天 确实去了多帅天 但是多帅天 太快乐了 那边天女长得太漂亮了 在外面 外院 就迷了 进不了内院 这个弥勒菩萨是在多帅内院 所以标准比较高 到极乐世界标准没那么高 所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奖经 我们要学到黄老特别会辟育 你看 这个我们要考北大清华 要600分 可是 阿弥陀佛这个学校 200分就可以了 一比喻大家就很深刻了 200分不高 但是你不能零分 那不可能上得了学了 总得努力努力 这个标准不是太高 可是你一进去了 200分一进去了 你一念请遍有十方佛果 你就可以 这条路 更快就可以见到弥勒菩萨了 而且你去了弥勒多帅内院了 阿弥陀佛的学生 贵宾来了 坐在前面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清静十方 诸佛菩萨最快的路 可能我们过去生很崇拜普贤菩萨 你见普贤菩萨 那你到华藏世界去 这个标准也很高 去了极乐世界都见到了 好 这个下一院 这个 我们前面也都提到了 我做佛食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自知无量劫食庶命 所作善恶 皆能动事侧听 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 不得是愿不取正觉 这一愿就有庶命 天言 天额 这些能力 这些都是报德的 一往生 哪怕是下下平往生 就有这些能力了 就能透过这些能力 利益到 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所以师长这里说 我们假如对自己的亲人 喜欢的人 总念念不忘 希望帮助他们 我们有这个心 有这个愿 没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要晓得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这个能力了 我们的家亲眷属 无论他深到哪一道 我看得到他 他说话 我听得见 他的状况 我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时时刻刻 可以视线去帮助他 我们帮助家亲眷属朋友的愿 才不落空 我们假如不往生 我们还在轮回 实在想是 你一菩萨过疆 自身都难保了 所以 往生的 真有智慧有能力 那我们这些心愿才是真实的了 我们不往生 这些心愿都会落空 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这个 这个 我们 四十八月 好好来学习 来体会 我们学习完之后 再一起来探讨交流 我们学完自己用的如何 受用的情况 再来交流 这个下个月 所以 承得 教学的任务 包含 要参与的活动比较多 我们刚好七月 和学院还有学书交流 然后接着呢 有 要到马来西亚新加坡 参加宗教和平会议 这些都是 非常敬佩老和尚的 宗教长老 你看汉尼夫先生 还有他的老师 哈比哈山先生 他们现在还 很尽力的在 落实牢上的理念 那他们办的这些会议 我们也是去随习 去学习 然后刚好下个月 二一二二二三 是 我们台湾 办老人家圆寂一周年的 纪念活动 好 结果 再下个礼拜 啊 28 29 30 又是遇到礼拜六 礼拜天 香港也办了老人家纪念的活动 嗯 所以 这个上课的时间 哦 我看再商量商量吧 好像礼拜六礼拜天 比较不容易 哦 哦 到时候 哦 我们看看 其他时间哦 再 跟大家做联系 哦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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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